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 中秋节快乐 好 当中秋节快乐的时候呢 我们有痛苦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要开始来做 我们的作业了 其中一次有了作业 以后就要像中英打一样 要输入你的ID 输入你的名字 输入你的ID之后 开始来做 我想旧生都很了解 新生还不是很了解 我们重新来做一次 只要是新生 只要是旧生 就直接使用者身份登录 你的身份证字号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新生 麻烦您去编修 第一个部分 先编修你的基本资料 要新建基本资料 麻烦您写上 你的 那个身份证统一编号 然后呢 细集简称呢 麻烦您写上伤恶中 只要有红色的字的 红色星星的 一定要写上 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字号 你的 细集简称伤恶中 班导师麻烦帮我写上 娟娟老师 你的姓名 写上你的姓名 你的座号 写上你的座号 你的性别 写上你的性别 然后出生年月日 可以不用理它 之后呢 你就按出存资料 出存资料之后呢 它自动会回到 主选单里面去 好 那今天假设你们都做好之后呢 麻烦您使用你的使用者身份登录 输入你的身份证统一编号 按确定就可以了 按完确定之后呢 你就开始去做你的数课练习 叫出你的题目来 开始做好之后 马上评分 然后第一个做好之后呢 评分之后 你的分数要数位达20分 麻烦你重新修 麻烦你重新修改到20分之后呢 好 第一题如果已经完成了 马上再做第二题 第二题做好之后 再做评分 第三题做好评分 第四题做好评分 一共全部都做好之后呢 麻烦你就帮我按离开啰 好 确定离开 是的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到你的个人成绩管理的地方 这时候呢 这边是空的 然后呢 你的数科练习 基本上只要双 只要点一下进去 就会看到你的数科练习的成绩了 好 记得 老师一定要看到提号 实得分数 原始配分 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没有关系 缩小一点点 为什么要缩小呢 因为我怕你的评分日期不见了 因为老师有三个部分 要你们 我一定要看到这三个部分 我们缩小一点点 看一下 好 缩小之后没有感觉 对不对 好 往下拉一点 就会发现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也把它缩小 你没有把它缩小的话 你评分系统可能会 可能会在后面 评分日期可能会在后面 那么这就不算分数咯 你一定要稍微把它往前摆一下 我一定要看到你的题号 实得分 总分 原始配分 跟评分日期 那懂老师意思吗 好 接下来呢 你寄给老师 好 做完15题之后 你可能会有几题是 没有满分的状况 要是没有满分的状况 你也不要去把我勾选删除 不需要 这就是你的 你的成绩了 你的学习历程了 如果 如果 那个笔数 一直往下累积 说你做了好多哦 然后 练义不下去怎么 无法练义怎么办 那很简单啊 你要是做很多的时候 这边一定会有卷轴 你先拍一页 然后卷轴再往下拉 拉到下一页去 然后再拍 拍个老师两页就可以了 这样懂意思吗 好 所以 老师重新讲一次哦 你给老师的东西 我一定要看到使用者 是你的名字 我一定要看到 这边的东西 尤其是评分日期 一定要看得到 还有我一定要看到你 下面的日期 你不要说 老师 我下面的日期 我弄错了 那是你家的事 OK 所以 一 二 三 我一定要看到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以后要用这样的方式给我哦 这三个东西没有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哦 就视同你没有做作业 好 结束完毕 结束完毕 那两个东西 我认为您能够 通什么